众人议论纷纷 甚至妖剑宗宗主燕十九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里面怎么了 毕竟啊 这个景象在整个妖剑宗一千多年历史中 第一次出现了 就在众人纷纷猜测时 嗖的一声 两刀流光突然从远处天际出现 瞬间落在了剑行高塔之前 其中一个呢 身穿红色铠甲 正是妖剑城之前捉拿要饭的 执法店的青丽女子 在她身边是一妖柔的男子 头戴抖肥 脸被青纱遮盖 肌肤白皙的可怕 她面色柔美 可身上散发出让人新奇的气息 以至于场上诸多舞者不敢逼时 呃 燕十九见过大人 燕十九急忙上前 向着青丽女子攻身行礼 这女的虽然只是七阶后期巅峰武王 可她是执法店的人呢 执法店威震天舞大陆 哪怕燕十九身为妖剑宗宗主 八戒武王强者 可她面对执法店的一名武王队员 也是不敢造词 红甲女子轻轻挥了回手 看都没看燕十九一眼 而是对着妖柔男子说道 七公子 这便是这妖剑城的妖剑传城 她态度和蔼 竟然对妖柔男子十分的客气 燕十九大惊 这个男的到底谁呀 能让执法店的人这般态度 执法店什么脾气 她再清楚不过了 在这一个来月 没见她态度好 可在这妖柔男子面前 竟然这般公顺 急忙抬头看去 这一看心中更惊了 只见这男子阴柔无比 身材漫妙 透露着一股柔性气息 若不是红甲女子称她为公子 燕十九甚至以为她就是一女了 更让她吃惊的是 这阴柔男子看起来不大 年纪仅仅只有二十左右 可一身修为 已经是七节后期武王了 忍不住倒戏一口凉气 二十岁的七节后期武王 此人到底什么来头 什么时候北天宇出现 这么一名天才了 不对 北天宇虽然也有年轻的 七节后期武王 但绝大多数都在二十五以上 二十五以下的 几乎是从没听过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号人物啊 难道说此人 也是就内心狂争了 武裕啊 除了武裕 她想不出有什么地方 能培养出这般可怕的天才 如此一来 红甲女子的态度 也就能解释了 哼哼 妖剑传承 阴柔男子轻轻一笑 连笑声都是无比柔和的 而后她看向艳十九 轻笑了 这位应该是妖剑传承 掌控势力的主人吧 艳十九急忙拱手 啊主人不敢当 在下艳十九 北天宇妖剑宗宗主 见过鸡公子 艳宗主不必客气 七某这次前来 其实是听闻 北天宇有意妖剑传承 十分的神奇 恰巧正值妖剑传承 开启 所以想进去一关 不知艳宗主可否同意呢 哎 七公子哪里话 我妖剑宗妖剑传承 本就向天下所有舞者敞开 更何况 七公子与执法殿有渊源 还请随意 啊 既然如此 那七某多谢宴宗主了 那七公子朝着红甲女子淡淡一笑 而后身形泥晃 瞬间掠入了剑翼领域中 刷 那剑翼领域在他面前 如无人之境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阻拦 仅仅一闪 整个人已经掠入剑形高塔 上方的秘境入口了 此时 妖剑传承的悬崖上 绝大多数舞者 已经引动百进之道 走向了传城深处 就只剩下灵星的数百人 还留在悬崖上 见人进来的吹嘘一下 之前看到的盛况 弄得好像他们才是秦晨 翁 身穿白衣的七公子进入 顿时引来不少人目光 哎呀 这小兄弟 你可是来晚了呀 刚才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大事件 阁价没看见啊 真是太遗憾了 来来来小兄弟 我来跟你说说 你是不知道啊 这次咱北天域 足足有十一名天才 引动银色剑道 这是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呀 哎兄弟 来 我来跟你好好摄摄 哎 一鸣鸣话 老急忙围上来 他们甚至连 引动剑道都懒得引动了 只想留在这吹牛 其中一人呢 甚至直接拉住 鸡公子的衣袖 哼 这白衣鸡公子 眉头一皱 哼 一股可怕的力量 从身上猛的释放 瞬间把那几人震飞了 摔了一狗磷尸 我靠 这家伙太嚣张了吧 不知道各大势力约定好 在这百贱之道前 不能动手啊 几人摔的是灰头土脸 一个个对时恼羞成怒 愤怒地看着白衣鸡公子 鸡毛不喜欢人碰我 所以 还请离远一点 白衣鸡公子冷声道 鸟的你转什么转 以为自己了不起啊 算了算了 别理他了 几人是一边骂骂咧咧 倒是也不敢上前了 这些个人呢 一直待在这不走呢 其实也对自己没特别大的信心 只是想进来体验一下 修为嘛 基本都在七阶初七 感受到白衣阴柔男子的强大 哪还敢上来找茬啊 只能躲在一旁彼此议论着 同时呢 悬崖前 一名气势不凡的青年人 正在引动百进之道 此人修为达到七阶中期 借以催动之间天地变色 嗡嗡嗡 无数剑道迅速亮起 最终定格在八十六道上 哇 八十六道啊 苏慕不愧是雷云宗的天才 这等天赋 已经能排挤所有人中 前三之列了 哎 可惜啊 白长四 否则 他就能引动银色剑道 一旦引动银色剑道 足以称之为盖石天骄 是最顶尖的百分之一啊 哎 可惜可惜啊 只是差一点了 看着青年走入八十六条剑道中 众人是无比叹心 这就是妖剑传承的百剑之道吗 崔董剑一激活剑道 剑道激活越多 踏入剑道得到的收获越大 有点意思 白衣鸡公子听着周围议论 来到百剑之道前 嘴角勾勒出淡淡的清晓 我如今见到感悟达到极致了 就连姑姑也说 很难再进一步 也不知妖剑传承 能否给我一点指点和帮助 白衣鸡公子站定 右手伸出 一股淡淡的剑一从身上抹得释放 顷刻间 整个百剑之道仿佛都被引动了 一瞬间 九十条剑道瞬间亮起 紧接着 一道道银色剑道 也随之亮了 骇人的场景 瞬间惊动了场上每个人 刹那之间 九十多条剑道同时发光了 这个可太壮观了 哪个人引动剑道不是一条条的 可现在呢 九十多条同时发光 这让人头皮发麻呀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全场鸭血无声 落真可闻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并且 九十条剑道亮了之后 一条条银色剑道 也随之亮起 没有任何的停顿 我的天哪 难道又是一盖世天骄 人群完全蒙了 一个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一季的妖剑传成怎么了 哪来这么多天才啊 特别是这个阉柔的男子 他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 竟然能这么快引动银色剑道 作弊了吧 九十五 九十七 九十九 一百条 轰的一下 一百条剑道齐齐发光 无穷的剑气纵横于天地 散发出让人根本不敢仰视的气息 此人竟是第三个 激活了一百条剑道的人 有点意思 我的剑意已经催动到极致了 竟然也只能激活一百条 这最后一条乃是无上剑道 代表地级的剑道意志吗 我居然激活不了 百一青年皱眉 淡淡的一笑 他眸中精芒暴射 显然他没有放弃的意思 体内剑意不顾一切的释放着 嗡 一百条剑道不断闪烁起来 试图引动最后一条无上剑道 这一下所有人当然更震惊了 一百条剑道同时闪烁 而且这白衣男子还不放弃 这意味着 对方也想激活无上剑道 百一激公子体内霞光一彩 突然间 一股虚无的剑形虚影 从头顶弥漫而出 仿佛剑之帝王一样 散出的气息 让场上所有剑 可身上的利剑全部震颤起来 这是 这是血脉之力啊 此人竟然拥有剑形血脉 看着剑气如此恐怖 难道 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剑血脉 人群震动 一个个都无法淡定 都要疯了 传闻着天地间 有这么一种天剑血脉 拥有天剑血脉的武者 天生适合修炼剑法 一套剑诀 同样的天赋 同样资质 别人需要一天就能修炼成功 可天剑血脉呢 往往只需要半天时间 或者更少就能修炼成功了 这还不算了 天剑血脉的拥有者 对剑意领悟超出寻常剑客 普通剑客想领悟剑意 必须得苦苦修炼 快的呢 像王启明 幽谦雪 地级修为 他们已经能掌握剑意了 慢的呀 五阶五宗 甚至六阶五尊 这才能掌握剑意 但天剑血脉拥有者不需要 他们是天生的剑客 在体内血脉激活的那一刻 就能自主领悟剑意 也就是说呀 只要拥有天剑血脉的剑客 甚至连人及武者都不试试 并已经掌握剑客们 梦寐以求的剑意了 这是什么概念呢 他们是天生的剑客 任何剑爵到他们手里 都是手到前来 无比简单 这些人 注定是剑客中的帝王 只不过呢 天剑血脉一直只是一传闻 从未有人见过 而如今 白衣青年竟然拥有剑型血脉 这让人如何不惊呢 众人亥然之中 白衣青年头顶的剑型血脉虚影 融入面前的百剑之道里 插马间 整个百剑之道全部黯淡了 下一刻 哼 代表百剑之道的无上剑意 再次被点亮了 爆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剑气 啊 终于结活了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上剑道啊 果然厉害 看来这一趟 我确实没白来 感受面前恐怖的剑气 白衣青年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旋即 他嘴角勾勒微笑 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就算秦神在场呢 也得对这白衣青年说一声服 他是借用寄生种子 引动了无上剑道 虽然这寄生种子 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呢 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这青年完全是靠自身的实力啊 哦 当然了 如果说 天剑血脉也算是自身 天地剑 无上剑道发光 至高无上的气息流转 几乎镇压了万五千秋 所有人都趴下了 没人能例外 在天剑血脉和无上剑道的双重威压之下 所有剑客都会受到这股力量压迫 在剑客面前 无上剑道和天剑血脉就是天 帝王一样的存在 其他人呢 天赋再强又如何 在帝王面前也只有低头的份 白衣青年却是副手而立 嘴角勾勒出激动的弧度 他是剑客 注定要走上这条无上剑道 天剑血脉 无上剑道啊 凭什么 人群中 一名青年嫉妒的眼睛发绿 他虽然也是剑道高手 甚至纽为突破到七阶中期了 足以在进入腰剑传承的数千名武者中 排名前几百 可是啊 他没有天剑血脉 他最多也就只能激活八十多条剑道 甚至想激活一条银色的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这个青年呢 凭借天生的天剑血脉 就能激活无上剑道了 老天爷为何如此不公啊 如果他也有天剑血脉 他绝对能激活无上剑道 不对 甚至比对方做得更好 他盯着白衣青年 突然露出了凶光 这个人才二十出头 就算天赋强 那能有多强啊 虽然感受不到 对方修为有多高 但再怎么着 也不可能比三十多的自己强 虽说对方有天剑血脉 可他呢 却长了十年的经验 以及更高的修为 杀 除掉这个让人只能仰望的天才 一瞬间 他身上抱涌出强烈的杀意 整个人在白衣青年 即将跨入天剑大道 那剑意气息消弭的瞬间 莫得暴力而起 轰的一声 七阶中期修为彻底释放 朝着白衣青年暴战而下 扑 他手中长剑还没落呢 只见白衣鸡公子 突然一拳劈出 掌援暴力出一道震慑九天的恐怖剑意 粉碎他手中长剑 生生披露他的体内 不可能啊 他实力怎么这么强 他明明治二十多呀 出手之间 快到我来不及反应 不可能啊 青年瞪大双眼 带着难以置信之色 倾可间四分不裂 化为血雾 消散于悬崖上空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